线上人很多啊 线上人很多 我们线下其实好像也比我想象的人多 那我们就开始啊 今天因为是9月份开学的第一周了 所以跟大家聊两句关于大学申请的事 因为现在实际上就是大学申请的我们叫crunch time 就是最关键的时刻 当然不是说你只有12年级 你才需要知道今天我们讲的那 其实很多很多是给我们10年级 11年级甚至9年级的学生你需要知道 因为有很多东西 刚才我们线下的这个同学就问我 说我不想等我到12年级的时候 发现哦我有一件事情 本来应该早做我没做 那你等到12年级发现的时候 你再回过去你回不去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我们能够早一点 预知能够早一点 为自己做相应的这些计划 然后 今天我们这样 我想我们今天稍微互动多一点 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喜欢 或者说你们最希望听到什么东西 那我准备的呢 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 不一定是你们认为是想听的 或者你们认为重要的 所以你们不管我们今天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 如果你认为 这个这个话题啊 我想有个问题 你可以随时打断 你就直接说我有个问题 或者说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多讲两句 好吗 今天主要我我们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是美国的本科录取申请 另外一个呢是加拿大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从美国部分先开始 那整个北美录取申请 最近几年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就大家都知道一个趋势 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那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难了 谁知道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难了 申请人多了 申请人多了嘛 对 就是 啊 优秀的孩子多了 对 申请的人多了 优秀的孩子人多了 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申请的人多 就是 我们所谓的录取率下降 那录取率是怎么来的 无非就是说 呃 学校的录取总数 除以总的申请人数 对不对 那学校通常来讲 来 请坐 没问题 那个人越多 我会越兴奋 那个 学校的录取总数一般是不变 对吧 可是你底下如果分母越来越大的话 你当然你那个录取概率就会下降 录取的录取率就会下降 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感觉到越来越难 我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 纽约大学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 NMU New York University 这个学校过往的时候 它的录取率基本上都是在15%以上 但是去年下降到了个位数 为什么这么大的这种这种下降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我们大量的这个学生 原来不申请纽约大学的去年开始申请 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因为纽约大学尤其对我们大陆的学生过往是很友好 所以我们大陆的学生从去年开始发现 腾校变得异常的艰困 那我都去申请纽约大学 所以这个申请的总数一下子就上来了 申请总数一下上来之后 录取率马上就降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几个数字了 我随便写了几个数字 这是我们加拿大大学的数字 麦克马斯的Health Science大概在4%的录取率 这个录取率跟哈佛大学差不多了 然后Quins Commerce大概5%的录取率 所以其实这些录取率都已经蛮低了 并不是说加拿大大学就容易了 加拿大大学的有一些program 因为我们加拿大大学等一下我会讲 就是说加拿大大学它跟美国大学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 美国很多学校它的录取率是跟着学校走的 你比如哈佛耶鲁大学 你听说过哈佛耶鲁是分专业说录取率的吗 没有 它就一个录取率 但我们加拿大很多学校是分专业的 麦克马就是Health Science4% 麦克马的Chemical Engineering一定不是4% 一定24%可能都差不多了 那为什么是这个情况 我们先说说一个这个不在我这上面预计的内容哈 就是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大学本科有两类学校 有两类学校 我给大家提个醒哈 线上的如果你知道你就把那个答案敲到对话窗里 或者你开话筒直接说也行 就是我给大家提个醒 所有的中国学校 所有的加拿大学校 所有的英国学校 都是一类一种类型的学校 甚至有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也是都属于这一类学校 叫Professional Education 什么叫Professional Education 就是他认为本科教育是训练一个专业的职业的技能 如果你学Computer Science 你将来出来就是一个IT的一个 一个developer或者programmer 如果你学chemical engineering 你大概率将来出来就是一个chemical engineer 所以他是一个专业职业技能的培训 像我们国内 你清华大学的化学工程系 清华大学的信息工程系 你出来的就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专业人才 他就是训练你这个专业技能的 这是大多数的学校 甚至我刚才说了 所有的中国学校 所有的加拿大学校都是这个类型的 那因为是这种情况 所以他的专业的分别就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麦克马斯特刚才我们说了 他的health science是最难进的 但是他的化学工程可能相对就比较容易进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学校 谁知道那种学校叫什么 Liberal Arts 什么叫Liberal Arts Liberal Arts是从本质上来讲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 就是叫文理学 就是他的本质上来讲 他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本科 去训练一个专业职业技能的那个本科教育 是从理念上来讲是错的 他认为本科教育不是训练专业技能 职业技能的 他认为本科教育是训练和培养 怎么去做一个人 一个完整的人 如果这个人能够训练好 他可以放在任何领域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这个是Liberal Arts的教育理念 那Liberal Arts的教育理念 最早是从古希腊出来 古希腊以前有一个叫 叫Simon Liberal Arts 就七个学科 最早在古希腊的时候提出过 这个七个学科 我不知道我现在还能背的全 大概是有几何学 有修辞学 有音乐 有语法 有逻辑 另外两个我忘记 你们有兴趣可以Google一下 没关系 丢在那就可以 你们有兴趣可以Google一下 就是最基本的一些技能 那在全世界当中 只有美国这个国家 他是有Liberal Arts 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 那你们知道 有哪些美国的学校是Liberal Arts吗 大家知道有Liberal Arts College 对吧 叫文理学院 有一大票 美国的学校叫Liberal Arts College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 Wellsley 或者叫Williams 或者Swatsmore等等 Promona 很多这样的学校 综合型大学里面 有哪些是Liberal Arts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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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几个 OK 基本上就头部那一个学校 哈佛 耶鲁 普林斯顿 布朗 然后达特茅斯 这几个学校 是Liberal Arts 那它的区别在哪里 它的区别在于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没有 它没有认为 本科是培养专业技能的 所以你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确定你的专业 你是不需要确定你的专业 那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看这个 其实我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去辨识这个事 就是 你比如说宾大 我们举个例子 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大不是Liberal Arts 那它的录取 宾大的录取 宾大有四个本科学院 你们在 Lio 宾大四个本科学院 Which four Come on You've been there Okay Sorry which one Warden Yes That's UPenn's business school Yeah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Exactly Nursing school 还有一个 Arts and Science Arts and Science 还有四个学院 本科学院 那 这四个本科学院 几乎你们都知道 最难进的是哪个 波顿嘛 对不对 所以 它的本科录取 它根据它的不同学院 它的录取的标准是不一样 它的录取率是不一样 这个就是典型的 叫Professor Education 它不是一个整体录取 它是跟着专业不同的 但是你听说过哈佛耶鲁 有专业区分 然后因为专业的不同 录取率不同吗 没有 就一个录取率 所以它就一个招生办 就一个录取率 就一个录取标准 跟专业没有关系 这个是典型的Liberal arts 好吗 那刚才我们说了 沃顿有四个本科学院 你知道Cornel有多少个吗 Cornel有11个本科学院 你知道Cornel有几个吗 Cornel有两个 我们就说几个同校 好吧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是唯一的一个国家 在本科教育上 它分成Professor Education 和Liberal arts 当然这是我个人总结 你们可能在网上查 没有官方这样的分法 这是我的总结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些原因 那为什么要去申请美国这些学校 很多人讲说 为什么要去美国 我们加拿大不好吗 我们这么好的专业 这么好的program 因为我们今天这种讲座性质 我们要讲一些比较政治正确的话 但是我自己我是在美国读过书 我在Northwestern西北大学 我读过他的Kellogg Business School 那我在加拿大我也读过书 其实我是有 我是有两个这个第一手的亲身的体验 那当然我自己小孩现在在美国读书 可能他也有更多的 他个个个人的这种亲身体验 我觉得美国大学可能有那么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说significant more competitive group of people 就是你从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 他整个的这种竞争力 要会更强一些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讲是说 你要跟牛人在一起 你要多跟牛人在一起 我小的时候是练游泳的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面 我觉得Crystal你是不是athlet 你长得很很有体育的这个法 你有没有体育体育运动 有啊 你看你看就看出来 你练什么项目 然后他才能到 别惹他 我小时候练游泳的 我们练游泳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个很很很简单的一个规律 就是说当你想要提高成绩的时候 我们是有游到 那个swimming lane 你跟什么人在一个泳道里游 这跟比你快 跟比你慢 比你快 你下棋是跟比你下的好的下 还没比你下的烂的下 肯定是跟高手下你提高的快 上学也是一样 就是你周围如果聚集了更多优秀的人 那你的成长一定会更快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more opportunity for additional growth 他有更多的资源 更高的这个 这种平台和舞台 能够给你提供给你 第三 no barriers upboard mobility 就是社会的阶层移动 向上移动这个阶层 还几乎是没有什么障碍 第四 you work harder you achieve more 这是一个典型的 所谓的这种美国精神 就是你多去付出 你就可以收获更多 这是一个 很明显的收入产出 产出比 那 美国的 所有的学校 我简单给他分了一个类 当然这个类分的 有的人可能也不同意 说你这个类分的怪怪 但不管怎么样 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有这些 类别的美国学校 那第一大类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所谓藤校 所谓藤校 刚才我们讲到了 藤校里面 一共八个藤校里面 我总结了一下 有五个Liburn Arts 三个Professional Education 对不对 第二大类 那藤校本身 它也都是 它也都是私立大学 那第二大类就是 不是藤校的 但是它也是私立大学 比如说MIU U Chicago Duke John Hopkins MIT Northwestern Stanford 这些都是 不是藤校 但是它也是私立大学 那第三大类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公立大学 在美国当中 在美国公立大学 多数来讲都是州立大学 多数啊 我说不是不是全部 很多都是州立大学 这么贵的学生 比如加州 伯克利 伯克利就是州立大学 它是加州州立大学 伯克利分校 然后UCLA也是 加州州立大学 洛杉矶分校 然后Michigan 这个学校 我很喜欢那个学校 就是密西根州立大学 当然很多人管它 叫安阿尔伯 因为它那个城市 叫安阿尔伯 北卡 North Carolina Virginia Texas Austin 等等 这些都是公立大学 然后第四类 刚才我们谈到了 Libras College 就是所谓的文理学院 这个Amherst Pamona Swasmore Williams Wellsley Barnard 等等 这里面有一些是 男校 有一些是女校 有一些是co-ed 就是混校 但是现在所有的美国的 包括加拿大也是一样 所有的这种综合性大学 都是co-ed co-ed 就是混校的意思 都是co-ed 就co-education 那最早的时候 实际上你知道 我们的高等教育 包括 其实包括中学 其实都是 都是这个单一性别学校 都是分开的 后来慢慢变成co-ed 好 美国大学申请的 这个时间线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early education early decision regular decision 谁知道这个区别是什么 如果大家知道 我就不讲了 都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好吧 所谓的叫早生和常规生 对了 我们线上的部分 因为我们线下 我都知道大家的是什么年级了 线上的 我们的家长或者学生 你把你的年级 在对话框里面敲一下 你就敲个数字就可以 九年级就写九 十你就写十 我想大概知道一下 我们今天来的人的 人的这个年龄结构 然后 early decision和early action 都属于叫早申请 都属于叫早申请 那早申请的截止日期 是11月1号 OK Leo your early decision early action deadline 所以对你来说 如果你要做早申 你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是你要 就要提交了 那 如果是regular decision 通常来讲是1月1号 通常来讲是1月 我说的是大多数学校 当然有些学校是1月2号 有些学校1月4号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细微的差别 我们就不管它了 但多数学校都是1月1号 然后 decision什么时候给你 就是说我早申 我11月1号申请完了 那我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结果 通常来讲12月15号你就知道 早申的结果12月15号你就知道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12月15号每年都是这样 我们12月15号到1月1号之间 这两个星期 我们每年都是 都是就是忙的四角朝天 为什么 就是大家早申之后 12月15号出来 结果没有 开始慌了 怎么办 我没拿到 然后就赶紧去准备那个常规申 常规申是1月1号截止 那你15号到1号就两周 所以那两周就 忙得人养麻烦 然后我们经常去干那个救火队的工作 就是灭火了 就是没有申请到一定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所以那这样的情况应不应该出现 那不应该出现 那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说你12月1号早申结束之后 你马上就能开始准备你的常规申 你不能等到他这个结果出来了 说哎呦没拿到 然后我再去申 你只有两周围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多做准备 当然你说我准备了 我到时万一拿到了 我不白准备了吗 是那总比你到时手忙脚乱好得多 所以大家应该把这个 就是这个节奏啊 管理和控制 把它控制得更好一些 然后常规申12月1号进去的话 他通常来讲是在三月底 四月初的样子给你这个结果 那滕校呢是统一发的 一般来讲是三月三十号和三月三十一号 晚上七点钟 他叫IV day 就是八个学校同时发录取结果 那天这个家长经常是这个 冷暖自知 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飘到天空 有一下子就坠到水里 这个那天是很刺激的一天 那有人问什么叫early action 什么叫early decision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这两个有巨大区别 early decision是指的是 如果 这个啊 如果你申请我这个学校 你 如果我给了你offer 你必须接受 那就相当于你跟我这个学校之间签了一个叫binding contract 你跟我签了一个协议 如果你申请我了 我给你offer了 你必须得来 你必须得来 你就是我接受你这个offer 所以 这个是early decision early action是什么呢 early action就是说 我给你offer 你可以不来 你可以不来 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有一些学校 有另外一个叫 叫single choice early action 或者叫restricted early action 这个基本上就是 阿弗耶鲁 普林斯顿 斯坦福 MT 这些学校 就什么叫single choice 就是说 我给你offer了 你可以不来 但是你在申请的时候 有切只能申请我这一所 所以它叫single choice 但是它的这个限制 都是限制了你的私立大学 你功效都不管你 你申请UC 你申请Michigan 这个它不管你 私立大学你能申请 且只能申请我这一所 就这几个头部学校 他们觉得我那什么 你申请我 你不能申请别人 好吗 这个是大家知道 所以当你在去做 这些申请之前的这种 这种非常策略的 这种school choice 就是学校选择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 我多说 多啰嗦两句 就是说 因为early action 和early decision 它的录取率相对 要比regular decision 要高很多 我给你们一个数字 比如说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 平均录取率 刚才我们讲了 百分之四点 我们就说百分之五 平均录取率百分之五 你知道它early action 的录取率是多少吗 大概在百分之十二左右 可是你知道 它的regular 的录取率是多少吗 大概在百分之二左右 所以一个百分之二 一个百分之十二 平均完之后 变成百分之五 那你就知道了 early部分 它的成功率 是比你regular部分 大概要高五到六倍 所以它是蛮高的一个 相对来讲 蛮高的一个概率 这就为什么大家 你们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当你到了 十一年级结束的时候 你一定要早动手 早动手早准备 不要等到最后说 哎呀我们来不及了 我每年都碰到这种学生 到最后十月下半旬 发现还有一个星期 十月一号截止了 我还没真正开始写文书 我还没有找老师去 给我写推荐信 那我的early 扫生部分就来不及了 那你扫生部分来不及 但是你的你的那个高 录取率就被你 就被你浪费掉了 OK 刚才我们说了early action early application November一号 十月一号 这些学校 regular decision 是一月一号 截止日期 如果你想申请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系统 所有的加州大学 UC Berkeley UC LA UC Irwin UC什么San Diego 所有这些加州大学 他只有一轮录取 他没有early 也没有regular的区别 他只有一轮录取 他那一轮录取的 截止日期是 十一月三十号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郭老师帮我们看一眼 有哪个年级的学生居多 在现场 90 12 基本上是高中 OK ED2 我就说一句 我就不多说了 ED2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有ED1 对不对 这个ED1 ED2就是说 当你到了常规申请 这一轮的时候 有些学校说 我再给你一次ED的机会 我再给你一次ED的机会 你申请我第二轮ED 但是也是个banding contract 我给了你offer 你必须来 这个就是给你第二次的ED机会 这个ED2 ED2的学校很少 芝加哥大学是其中一个 好问题 如果不来 会有什么后果 会有什么后果 他会派美国FBI把你抓去 不会了 不会 没有形式后果 没有形式后果 连民事后果都没有 但是 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 如果你留在加拿大读大学 我不认为会怎么样 但是呢 你将来如果想一想去美国读大学 或者说想读研究生 或者读PhD 可能会有一个记录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觉得你美约 他觉得你违约 你说美国吗 美国会他们会有 没有所有的美国学校都是这样 你只要是ED的学校 主要是early decision 他都是相当于你跟他签了一个合同 你跟他签了一个合同 你不去你就相当于违约 就相当于违约 他当然他不能把你怎么样 他真的他不能把你给抓去 让你去读书嘛 对不对 但是他肯定会 如果你将来还想去读书的话 他那个 那个 那个信用 信用记录是在那个地方 对 就是说我的建议就是说 这种东西你还是要慎重 还是要慎重 我们干嘛要去触碰 这个自己对将来自己 有可能对我们造成不好影响的那样的事情呢 所以我既然使用异地的话 刚才我也说了 异地的好处是说 他给你一个非常高的相对的一个录取率 对不对 那你也知道这个东西 他实际上是个双刃剑 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录取率 同时你丧失了你的自由 你丧失你的自由 那这个双刃剑 你要比较谨慎地使用 在什么时候要用它呢 就那个学校我真的很热爱 那个学校就是我的Dream School 比如说沃顿 我能进Warren Business School 我进Upen Warren Business School 哇立刻要开香槟 放烟花的那种喜悦的心情 那你就毫无疑问 你不用想 你就可以移地的 那就是你的梦想学校 如果 对啊你肯定了 你申请两个 这俩都给你了 那你肯定被约一个嘛 对吧 所以 每一个学校 它要么是EA 要么是ED 它有的 芝加哥大学是个特例 它既有ED又有EA 就是说我申请的时候 你要说明 你说我申请芝加哥大学的ED 还是EA 但是绝大多数学校 就是要么EA 要么ED 就是它很少有 像芝加哥 我比较倾向异地吗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如果觉得 这样我刚刚说了 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有一个很明确的梦想学校 那学校给我了 想都不用想我就去 这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就是说 你觉得你自己的实力 离那个学校 还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那个学校大概在这 你的实力在这 有一点点区别 那你通过异地 增加一些概率 够到了 非常棒 皆大欢喜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觉得 你的这个学校在这 你的实力也在这 你就没有必要使用异地了 因为你本身实力在这 你可以再往上一顶 喂 什么东西mute了 我这个地方mute了 有关系吗 你不是从这 从这走什么 现在ok了 好 Needs blind和Needs aware 这个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我简单说两句 Needs blind和Needs aware 这个其实跟你的大学申请 本身申请部分没什么关系 这个主要是指的 financial aid 就是我们所谓的 叫助学金 那 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它的区别是说 当招生官去审查 你的申请材料的时候 他要不要考虑 你有没有申请助学金 这个区别在这 Needs blind的意思是说 我招生官 我只看你的申请材料 我不看你有没有申请助学金 Needs aware是说 我申请的时候 我要看一眼 你有没有找我要钱 所以你换个俗话说 Needs blind 就是不嫌贫爱妇 Needs aware 就是他要知道 你有没有找我要钱 那你说 这个对我的申请有影响吗 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 有哪些学校 对我们加拿大学生来说 是Needs blind 就是说 你加拿大学生来了 我也不管你找我要不要钱 只要你的水平够 我就录取你 一共有七所这样的学校 有七加一 为什么加一 我跟你们说 MIT 哈佛 普林斯顿 耶鲁 Amherst Amherst 刚刚我们说那个Libras 刚刚我们说那个Libras 然后宾大 然后达特茅斯 一共这七所 然后加一是加弗朗 弗朗是从明年开始 变成Needs blind 今年开始还是Needs aware 好吧 其他学校 除了这些学校之外 所有其他学校 对我们加拿大学生 通通是Needs aware 但Needs aware 不代表说 你申请助学金了 他就不录取你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你足够优秀 让那个学校觉得 我给你助学金 都得这个学生 这个人才 我都得把它录进来 那就没问题 还是最后还是实力 OK 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 就是要早动手 早准备 早规划 早计划 早行动 第二 真实 真实 我们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机构也好 中介也好 什么什么也好 经常使用一些七七八八的招数 这个好像是说 我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 这个申请的概率 我强烈建议大家 不要去做那些东西 要真实 要真实 然后 策略性 strategic 策略性 就刚才我们说的 你的早身部分 你哪个学校要做成异地 哪个学校不要做异地 这个策略 你怎么去使用 善于利用这种录取率的这种差别 为你自己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种策略 你一定 心里要特别清楚 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怎么去利用这些事情 美国大学申请的组成部分 基本上 基本上是这几个地方 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标划考试 SAT和ACT 有的人说 现在很多很多学校不学 不要SAT的 那我要不要考 答案是要 即便那个学校告诉你说 OK SAT 是optional 但是你作为一个国际学生 你还是要考 我们的建议你还是要考 何况你备考SAT 本身备考这个过程 对你是有帮助 它不是一个 对你来说是能给你造成负面影响 它给你造成正面影响 你去备考它没有坏处 所以 它还是对你会有帮助 好吗 以前有SAT subject test COVID之前 那后来COVID的时候给取消了 我个人认为它也不会恢复了 SAT subject test 我认为它不会恢复了 它在 应该是我认为就会被AP取代掉 就会被AP取代掉 好吗 这个是standard test 然后 在 整个申请当中 的组成部分 里面呢 这几个地方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我单独把它拿出来 第一个叫Activity和Honors Activity一共有十个十项 Honors一共有五项 Activity指的是说 你有十个 你投入最多 你花的心血 你花的时间 最多的十个活动 这个活动可以是 跆拳道 可以是Debate 可以是数学竞赛 可以是学校的俱乐部 可以是你的社区里面的 某一个组织活动等等 就是一个Activity 但是你需要十个 这样的Activity Honors指的是 你获得的那些荣誉 或者奖项 比如说 我跆拳道黑带 这是个Honors 对不对 如果我的Debate的全国冠军 这是个Honors 我代表我们学校 参加了这个世界 什么青年 G20的青年大会 这是个Honors 这些都是Honors 所以你需要有十个Activity 和五个Honors 要填到你的申请材料 我们 我经常碰到这种学生 就是 太多了 我有二十个Activity 我有十五个这种奖项 我填哪个 这是好事 然后我们碰到另外一类学生 东凑西凑 凑不够十个 凑不够五个 这个就不是好事 就说明你在高中期间 你这些东西你做的不够 你做的不够 所以对于你们这些 目前在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的学生来说 你们应该尽可能的 去多做这些东西 不要到那个时候发现 我凑了半天才凑了八个 而且这八个还真的就是 有好多都是 都是有水分 你到那个时候 再发现这个问题 你才就完了 最好都是高中期间 最好都是高中期间 对你小学小学一二年级 就别写了 OK 然后 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今天也是我 我的 当然我们今天看时间 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强调说的 实际上就是文书部分了 就是文书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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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那文书里面呢 包括Personal Statement 包括Supplementaries Personal Statement是一个通用文书 这篇文书是被所有的大学 要共享的 每一个不管你申请哪个大学 他都可以看到你这篇Personal Statement 那Supplementaries是说 每个大学有自己的叫补充文书 哈佛有哈佛的补充文书 宾大有宾大的补充文书 Michigan有Michigan的补充文书 补充文书是每个大学有不同的 这个叫Supplementaries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老师的推荐性 也非常非常重要 通常来讲是三篇加一篇 就是校内三篇 校外一篇 校内的三篇指两个认课老师 一个Guidance Counselor 然后校外如果你有 比如说我的底辈的教练 我的跆拳道教练 我的游泳教练 这个是校外部分的问题 整个的美国的 这个大学申请部分呢 其实它分成两大部分 一大部分呢叫Academics 刚才我们谈到了像标划考试啊 你在校的GPA啊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你的 你的这个学术部分 然后老师推荐信 老师推荐信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要反映你的学术成绩 你平常上课的态度啊 你平常的这种class的participation啊 等等这些 然后第二大部分叫personal qualities 第一部分去考察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学生 第二部分是考察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 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你这个人你的个性是什么 你的性格是什么 你做了哪些事情 你做成了哪些事情 所以你有哪些extracurricular 非常重要 你有哪些extracurricular 这些十个activities 五个owners 通通都是通过你的 你的curricular来表现的啊 然后work on community moment 我在社区里面的这种参与啊 我的我有没有在俱乐部也好 校外也好 有没有哪些 我真正的去参与了组织管理 发起的这些活动啊 有很多学生 我俱乐部的主席 我发起了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我组织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等等啊 这个都属于leadership 然后personalities 你的个性的展现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你是个sorry 不是这样什么样的学生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一个很阳光 很幽默 很灿烂 很外向 很喜欢笑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个性的展现 因为从招生观的角度 他不仅仅是要考察 你的学术成绩 最重要的是说 你这个学生进到我这个里面来之后 你能为我整个的这个cohort 就我整个的这个团体啊 我这个一个年级的这个团体 能够带来积极正面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让我这个团体 整个能够大家在这个里面 一起来很愉快的度过 有效的度过这个四年的大学 说两句这个timeline 所以我我这个要稍微花时间快一点 前面好像说的多了一些 九年级和九年级之前 我觉得有些有些东西比较重要 我很快要说一下 第一就是说你要去考虑你要去选哪些高中和哪些specialty program 我要选AP高中 我要选IB高中 还是我要选普通的我们安省的叫OSSSD高中 然后第二 要开始尝试去做这些课外活动 extracurricular 你不能只是做课那部分 所以你的课外部分有哪些 有很多学术类的extracurricular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debate Model United Nation DECA 然后像什么Mock trial等等等等 这些课外活动 今天我们线上跟线下的线下的这个同学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开始参与 或者如果你们现在开始参与 一个两个比较少的话 我建议你们马上要多参与一些 因为你要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感受到 这个是我喜欢的 这个是我真正热爱的 我才有可能往前继续推动它 我才有可能取得成绩 我才能有可能在这个俱乐部当中 去竞争我俱乐部的主席 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leadership 所以如果现在像我们的一些专业 刚才我们讲了这些extracurriculars 我说的是学术类的 那这些extracurriculars 其实它对应的 就是你将来有可能要从事的专业 举个例子 比如说Model UN Model United Nation 它对应的将来就是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policy 那DECA 现在学商的学生这么多 DECA它对应的就是将来的商学院 不管你是沃顿 一会我会讲到加拿大商学院 Ivy Western 什么什么Rodman 等等那些学校 你要有DECA的经验 你要有DECA的成绩 你申请了一些商学院的时候 你说我连DECA都没做过 你商学院会觉得 那你是真的想学商吗 你真的对商商感兴趣吗 所以像Mock trial 如果你想将来想读法学院 你Mock trial是你的 是你的路径 然后HOSA是什么 HOSA对应的是 你将来要读医学院 所有的这些 你会发现 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你都有机会去尝试它 这样的话 把你将来的这种尝试的成本 可以降到最低 有的学生 他是到了本科的时候 读了一个 两年一年一个专业说 哎呦 我好像我不喜欢 我赶紧再去转专业 那个成本会很高 而你在高中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这些课外活动 可以通过这些课外的 学术类的比赛 像我说的DECA HOSA 那个叫什么 Mock trial Mock trial 这些 你就可以尝试将来这些专业 你不用等到将来本科去做 这个成本会低很多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you could really good at 就是说 你真的要通过去做这些事情 去找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地方 你真正的你的特长到底在哪里 真正的到最后 你要展现的是你在某一个领域里面的 我们叫spike 就是那种与众不同的一个长版 那个是真正将来你在大学申请当中 能够让你在众多的这种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好 10和11年级 10和11年级 我把这个稍微往上挪一点 这个第一个 Getting those markups 就是你的成绩要稍微要高一点 我们希望你在高中期间 9到11年级 12年级 你的整个的学习成绩 有一个up trend trajectory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上升曲线 我9年级是92分 93分 95分 97分 而不是这样的 也不是这样的 最好有一个上升曲线 Sneak with your extracurriculars 这个时候你需要专注 你需要commit 你需要engage 9年级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尝试 说我可以做个猫的语文 我做个笔贝 我做个戴卡 我做个猫串 我都可以试 但是你到了10年级后半段 到了11年级的时候 你需要commit 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 前面是尝试 后面是我要真正的去engage它 我要把它真正的做出成绩来 做出样子来 所以但是你如果没有前面的尝试 你后面可能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刚才我不知道哪个学生跟我讲 说我现在还没确定我做什么 那很大一个程度上来讲 就是因为你前面尝试的都不够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都逛过夜市 或者我们叫food court 大家都逛过 那里面好多好多吃的 各种各样的吃的 你带你进去之后眼花缭乱 不知道应该喜欢哪个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每一个尝一口嘛 你进到costco里面 给你个牙签 给你个sample 尝一口 对不对 我喜欢 你买一大包就回家 那个叫engage 那个叫engage 对不对 但是你不长 你怎么知道你喜欢 所以这个长的过程 要尽量让他往前 尽量早一点 这样的话你才能留出时间来 让你在后面能够去engage 你说我到十一年级开始尝试 那你后面就基本没有时间 所以就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讲 所有东西要early 那你应该做什么 如果你没有一个big spike 没有一个big spike的话 那你就应该在其他地方 要花更多的心血 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 你的leadership等等 所以就是这个big spike 我们叫长版 大家以前都听说过叫短版效应 其实大学申请叫长版效应 他不在乎你的短版 当然你短版不能太短 你说我数学考二十分 那就甭想了 真正的大学申请 尤其像美国藤校这种申请 它是长版效应 长版效应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学生说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孩子进了 什么普林斯顿进了 什么什么哈佛了 他哪个地方厉害的 什么东西做得好 哦 他是那个国家 这个底辈的国家 全国冠军 哦 他是那个数学的代表 加拿大国家奥林匹克队 这个拿了一个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 这个叫长版 大家都说起一个人来 都是说的是长版 就一两个词 能够让人家一下子记住你 能够让招生官一下子记住你 因为你知道招生官 像滕孝这种招生官 他读一个application 平均花的时间 12到15分钟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他要阅读你这么多的内容 你怎么能让他立刻 在他的你的案卷上去写下来说 这个学生是我想要的学生 就是你要让你那个长版 非常非常明显 非常非常显著 这个就是我们叫长版效应 你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长版 那这样的长版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你要说滕孝的话 大概你得有一个像lab internship 就是如果你是学这种理工类 我在某一个实验室里面在做科研 而且那科研要做出成果 我要有这种 有某一个学术领域的 我发表过论文 我publish一个paper 我参加过类似于这种 这种这种科学类的 工程类的这种竞赛 我曾经是国家奥林匹克 物理队的队员等等 就这个级别 才够得到你所谓的长版 好吗 到12年级的时候 你的学习成绩要几乎要perfect 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叫上升曲线 对不对 你从9年级开始起飞 到12年级 你的成绩要基本上要比较高 这个confident 足够的自信 然后最重要 我一直在说 I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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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直说这个文书这个东西 就是你去想一下这个道理 招生官刚刚我们说的 12到15分钟去看你的application 你的application里面 绝大多数的内容 都是冷冰冰的数字 或者是冷冰冰的文字 对不对 数学考多少分 那个英语考多少分 AP考了几门 然后这个老师的一个推荐 这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 对不对 可是他通过什么 能够感受到你一个是有温度的人 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个性 他考什么 基本上就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我们说的I see 第二就是interview 就这两个 他没有任何其他渠道 所以你在这两个环节当中 那这两个环节 interview通常不是招生官做的 interview通常是招生办委托 他的校友帮着做的 当然校友要写interview report 然后反正report再传回给招生办 招生官真正第一手 去感受到你这种人的特质的 就是通过I see 这就为什么我说I see极其重要 所以换句话说 怎么样写一个特别特别好的I see 第一要start early 早动手 早开始 早做准备 从什么叫早 九年级就要开始 人家说我九 那你很多人问我九年级 要开始写这篇I see吗 不是 是你九年级就要为你自己 开始创造将来你写I see的这些素材 写I see就像一个作家写一篇小说一样 就像一个编剧去写一个电影一样 你得有素材 你得有故事 你才能写出好的I see 你没有故事你写 你写的最后都变成了一些 那种宣传口号了 我是一个最勤劳的人 我是一个最友好的人 这没用 这没用 我可以这么喊 你也可以这么喊 对不对 你要有故事 你这些故事从哪来 要靠你平常的积累 要靠你平常要多出去做事情 我天天坐在家里面 拿着手机Instagram Snapchat Video games 你觉得你能有故事写吗 你要走出去 要跟人接触 要去做事情 你才会产生故事 你才会有素材 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 这些才是真正的去累积起来 还是你将来IC的这个最基础的来源 好吗 这个有很多很多具体的东西 我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展开讲了 我有非常多的关于写文书的这些技巧类的东西给你们 今天真的是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完全全部把它说完 随便说几个 随便说几个 我看看 这个 OK What can you offer Can they trust that you will succeed Tie your trade experience to the university 就是说 你要想办法把你自己的个人的这种特质 跟你要申请的这个大学 想办法把它建立出一种联系来 让你自己觉得 让招生官觉得 你就属于我们 你就是我们最好的fit 你就是我们想要最好 想要招的学生 你来了 你的特质 你的气质 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地方的 你的气场 就是属于这个地方 所以这种感觉 你一定要通过你的IC要把它找到 好 这个也是关于IC部分的 如果你们愿意拍 你们可以拍 这个其中有很多关于IC方面的这种小的技巧 因为我们几乎现在每天我都 我都会帮助一些孩子去改这些IC 如果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你可以拿来 我也帮你看 但是你要早做准备 就是不能不能太晚 一定要早 好了 说两句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大概是做两件事情 第一叫pre-application 第二个叫application pre-application指的是 你从九年级到十一年级毕业之前 所有的要做的这些准备工作 我打个比喻 这个很像一个健美比赛 就是pre-application指的是说 我在真正去参加比赛之前 我自己在健身房里面 根据教练给我制定的训练计划 我去打造我的肌肉 包括饮食计划 我要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力量训练 然后我要吃什么东西不吃什么东西等等 那你没有这个肌肉 你将来怎么去参加健美比赛 你是没有东西可以展现 那等你十一年级毕业之后 到了application的时候 就是说我有肌肉 但是有的人说 我站在台上不会表演 那我这样的 他也不会得高分 所以你要会展现你的肌肉 在灯光面前展现给你的评委看 你的评委就是招生官 所以这是一个展现的过程 就是你十一年级毕业之后 从七月份开始到一月一号 基本上这半年时间 就是你的展现的过程 通过你的申请 通过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common application 通过你的essay 通过你的interview 去展现你的实力 你的肌肉 当然你之前要去打造你的实力 刚才我们说的课外活动也好 leadership也好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这两部分分开 就是说我们会在前面 pre-application的时候 帮助学生们去做一些 刚才我说的训练计划 规划 饮食计划 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帮他们真正的去做 怎么去展现 怎么去申请 怎么去写这个文书 刚才我说了 pre-application 说过了 举了一个例子 不多说了 我们说加拿大大学之前 先说一下 Linty为什么有这么 所谓的三大课程体系 这个其实完全就是对应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大学的 招生的这些要求 那在前面两部分呢 我们分为 其实你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 文史类和理工类 communication就是文史类 stem就是理工类 communication里面 包括 或刚才我提到的 地备的 Modern U.N.Modern Trile Hosa DECA等等这些 然后 这个每一个这样的这种 人文语言类的竞赛 这些通通都是competition 通通都是竞赛 这些每一个竞赛 其实它都对应的是一个 将来的一个特定的一个领域 一个特定的一个专业 那你参加这些竞赛 除了能够给你带来这些竞赛成绩之外 同时还可以给你带来一个 所谓的去尝试将来这个专业 是不是真的是你热爱 是不是真正是你喜欢的 那stem部分呢 包括数学竞赛 包括物理化学 包括计算机 computer science等等 然后我们有第三大 这个category 就是我们的标划考试 包括SAC DSAT AP和IB AP和IB 我猜今天有很多很多AP的学生在 我们现场也有一些AP在 我今天这个准备今天这个 semina之前 我查了一些AP的资料 刚刚开始之前 我跟王老师还八卦这个事 我发现了一个特有趣的一个数字 考考你们 考考你们 你们知道世界上目前为止 有学生考AP 世界冠军考了多少本AP 你先这么说啊 先这么说啊 先这么说啊 30你知道 哇 啊 猜 你知道average 学生一般考多少门吗 通常啊 没这么多 average大概五门左右 四五门左右 四五门左右 average average 有一个学生考了30门 美国的一个孩子 考了30门 叫Justin Drew 华人 30门里面他考了26个门分 莫德玛 26个5分 被哈佛录取了 现在在哈佛 读统计学的研究生 那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是这样 有的人说 有的人问我说考AP 那个 这个数量重要 还是质量重要 那我跟你说 你肯定是质量重要吗 对不对 考哪个AP 如果是我们华裔的孩子 我一定建议你就 就不要考中文了 因为中文 你基本上给招生官的印象 就是你在挑软柿子捏 因为你本身你是中 他认为你是中国人 对吧 当然我们有的小孩 可能自己中文 都没说过利索 但他不管 反正他认为你是中国人 你考中文 他就认为你只要挑软柿子捏 因为在你的学术成就里面 他们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指标 叫course difficulties 就选课难度 所以你选中文AP 他就认为你 你那选课难度不高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大家问我说 你AP到底是 到底是那个 那个quality 还是重要 还是quantity重要 我说当然quality重要 毫不疑问 你选哪门课 对不对 你选calculusBC 你一定比你选中文 比如中文内容课 你考两门 可能不如一个 考一个calculusBC 但是 这个话就说回来了 如果你真有本事 考30门AP 你绝对数量就重要 对吗 为什么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spike 你这个长版立刻出来了 你看我全世界有几个人考30门的 但不要说30门 20门吧 我自己带过的学生 考最多的一个女孩 也是美国的女孩 宾州的女孩 考了18门 这是我真正带过了 我没有见过这个更多的 但是你说你能考20门 你的spike就已经出来了 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你自己算算就可以了 因为考AP的时间 基本上就三年吧 就三次 九年级五月份 十年级五月份 十一年级五月份 对不对 我就算你四年 你考20门 你就一年平均要考五门 Every single year 5AP 你要能够做到 你的spike就是 所以这个量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说你真正能做到那个地方 那别人没话说 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这个就是你的语重不同 这个就是你的语重不同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不能说 这个量不重要 量你真正能够做到那个程度 它就变得重要 当然你别说 我考30门 考30门全是二分 那没啥用 就像我刚才说 这Justin 人家考30门 26个满分 直接就被哈国录了 大多数人 就有顶件 这个数据 就有顶件 是吧 只有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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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顶件 是是就是说这个对对我我理解您的我理解您的意思 就是说你要 我我分两件两件事说这个事啊 第一就是说这些学校难吗当然难 这些校当然难非常难 但是这些学校值得吗当然值得啊 非常值得你你去追求一下 因为这个世界我个人认为本来就是由精英在引导 我们周围将来我们的孩子 我希望你们将来是引导我们这个世界 引导我们这个社会 把我们这个周围的世界社会变得更好 是靠你们不是靠我们 那么希望你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阶层当中去 所以那当然不容易 他必一定是一个少数人在才能 才能够做到的事情 对不对但是你觉得我们周围有有多少人学生能做到 我们周围有很多学生可以做到 所以不是说三头六臂的人才可以做到 我们周围很多学生其实都做到 自己到时候我们每年的这种讲座 有时候这种这种经验分享 很多孩子讲到这点都是说 他说我当年坐在台下的时候 我从来没过想到有一天我会站在台上 但是我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突然间发现今天我也站在台上 你们将来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 第二 你怎么才能做到 你怎么才能做到 我觉得这里面就一个 就一个所谓的秘诀 或者是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Secret Recipe 就是说你干的这件事 你得喜欢他 你才有可能能够把它做成 那个Justin他考三十门 他真的是会喜欢 我打死都不信 那个是他不喜欢 他爸妈摁着他脑袋考三十门 不可能的事 你想想是不是 有的孩子他是有这种的 他是有这种 他就是考试有那种兴奋性 对 然后有的孩子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种的呀 但是你有可能是说 我很喜欢底辈的 我能做成一个底辈的成果观景 我做底辈的时候 我有无限的乐趣给我带来 有的人说 我计算机编程能给我带来 很多很多乐趣 那个是你的长版 所以每个人长版是不一样 每个人长版 你喜欢的不一定我喜欢 我喜欢的不一定他喜欢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 所以我们讲的所有这些东西 我没有办法给你说 你应该做什么 我只能是说告诉你 这个是方法 这个是路径 但是到底你喜欢吃什么 你到了夜市 你是喜欢吃炸酱面 还是喜欢羊肉串 我真不知道 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 妈妈的口味都跟你不一样 你一定要自己去试 校内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要校外 校内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有些需要资源多一些 有些需要资源少一些 资源少的你要靠校外补足 所以父母也好 孩子自己也好 你们要做有心人 你们自己要知道 怎么去给自己去补足 这些资源 学术上来讲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在学术外面的这些 像extracurricular这个地方 你是可以展现 我是一个爱意学生 但是我的底辈子 毛对于温是全国冠军 我的数学竞赛 是全国什么什么什么成绩 那个地方是可以展现你的优势 我有一个非常 well rounded academic performance 然后我同时又有一个特别 特别明显的在某一个领域的 那种那种长版 没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IB没有任何问题 我不认为IB强于AP 我也不认为AP强于IB 这两个都很好 没有 没有 我觉得这两个没有 没有任何 唯一的区别就是说 IB它是一个比较 相对来讲 就像你说的比较平衡 你不能偏刻 然后呢 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 帮你给你 基本上固定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构 AP就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结构 我可以选我所有我喜欢的课 我也可以选我这一些 全部是我要做的课 但是IB就不行 IB就是六门课 都给你弄好了 你没什么太多的自由 而且孩子还听 说 在加拿大事情 是在加拿大学 是在 就是IB没有什么用处 对身心美国有什么用处 我后面可能会讲到加拿大大学 加拿大大学 其实它最关注的 还是你的校内成绩 最关注的还是你的校内成绩 但是我们看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看趋势 你不能只看眼前 你不能只看历史 你得看后面的发展 那加拿大大学 如果你说起来的话 这个长话长说 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内容 加拿大学你要说起来的话 这个几年前 根本就不看什么 X学院了 全是看 校内成绩就够了 但最近几年开始看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光靠校内成绩 筛不出来了 筛不出来了 竞争太多了 都考95分 都考98分 我总不能把分数线定到100分吧 我告诉你定到100分 还有很多人弄酒 搞不好 所以他现在要开始 用各种其他的一些指标去筛选了 那那个 那个IB AP 你必须要有一个第二外语 sorry 第二语言 不是第二外语 第二语言 second language 那我们的第一语言是英文 你需要一个第二语言 那你这个第二语言 可以是法语 可以是德语 可以是中文 但我不建议我们华语去选中文 就是因为他的选课难度会不高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讲 就是叫 one language in three to four years 就是说你中间不能 一情别恋 你不能说我九年级选了一法语 十年级改德语了 十一年级改西班牙语了 这不行 定了一个language 高中就要把他一以贯之 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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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下 三到四里 三到三到四里 三到四里 你是说什么 跟其他的科目的成绩是一样 跟其他科目的成绩是一样 好 好 我们开始说加拿大 加拿大申请 其实我跟你们讲 加拿大申请也不容易 这个原来大家认为加拿大学校容易 现在这两年加拿大也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我们加拿大学校 现在越来越受国际学生的欢迎 所以我当然我们自己 有加拿大的这个读书的优势 有身份的优势 但是国际学生越来越喜欢我们加拿大的学校 因为资源 然后我们的社会的环境 最重要的将来的这个工签的机会 移民的机会 所以很多很多现在国际学生越来越多 每年都会越来越多 所以加拿大不容易了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Ontario 申请加拿大 如果你是安省的大学的话 这个叫OUI 这个申请系统 所有的安大略省的这个大学都在这个系统里 原来呢我们是分101跟105 这个101就是说你现在在安省读高中 你就是用101通道 如果你现在是在安省以外读高中 你用105通道 但今年开始他们把这两个合到一起 以后就没有这个101105的区别 如果你是申请BC的大学 他有一个有一个工具 叫Education Planner 这个是所有的这个 British Columbia的学校用的是这样的一个 如果你是申请魁北克的学校 魁北克没有一个common application system 所以魁北克的学校 每一个学校有自己的一个申请的一个一个一个工具 比如说McGill有McGill的这个Montreal大学 有Montreal大学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加拿大可能大家比较 这个感兴趣多的 绝大多数的学生感兴趣的 以这三个省的省份为主 就是安省啊BC啊魁北克 当然有人说阿尔伯塔是不是啊 什么什么什么Nova Scotia 也是但是相对来讲少一些啊 我们就我们那个我们就不说了 那OUF系统里面 刚刚我们讲了101跟105啊 这个里面有很多细节啊 什么是101什么是105 首先今年这两个就合到一起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管这些细节 大学部分啊 这个我们举几个大学 这个当个例子吧 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想跟大家说的是说 加拿大学其实现在申请也不容易 你也需要注意了 然后在申请当中也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做 也有很多技巧 多伦多大学 他的申请是基于他的这些faculties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applying science啊 这个我又不读了啊 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但是呢 你最多可以申请三个他的三个program 你最多可以申请三个program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限制 就是说每一个校区啊 你只能申请一个 他三个校区嘛 St. George UTM 和UTE Scarble 那每一个校区你只能申请一个 你不能说我三个都在St. George 这个是不可以 滑底卢 滑底卢大家都知道 他最著名的是他的这个工程类 尤其是计算机类 然后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就是他的co-op 就是我们的他的所谓的实习部分 那他自己有一个他自己的申请的系统啊 那所以你看到他这个AIF系统里面 如果你申请他的engineering 数学 financial management等等这些啊 你一定要走他的AIF系统 这里面就是包括你要写IC啊 你要有面试啊等等 跟美国慢慢慢慢接近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啊 所以这个是啊 滑底卢 每一个大学都有他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叫 supplementary application 啊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OUX OUX是他的一个common application 有点像美国的common app 但是你common application之后 这个common application是每个大学共享的 然后呢 各自学校呢 又有他们各自的申请系统 刚才我们说的滑铁炉的申请系统叫AAF 多大叫SAF Quins叫PSE 然后Winster叫EP 坦白讲我不太喜欢这些东西 这是完全记不住 你谁能记得住这么多名字 还不如大家统一一个一个一个名字算了 不过无所谓了 大家知道就好了 好吗 这是每一个学校就是他们的补充申请的这个系统 有各自的各自的系统 如果你对商科很感兴趣 最近这几年 其实大家对商科感兴趣的学生越来越多 原因 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因为就业吧 我认为可能就主要就是就业 就业比较好 然后 我们说的比较 比较这个俗一点 就是这个就业的薪水比较高 所以起点比较高 尤其是 我们加拿大有很多学校 其实每年也可以进入到像像华尔街的一些头部公司 这样的机会 其实加拿大还是蛮得天独厚 当然你说美国学校可能他机会更多 但我们加拿大其实有很多好的business school 都是都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就是为什么business program这两年非常热 那如果你想要进入到business program 那第一我会给你推荐就是说你在高中期间 你一定要做DECA 你一定要做DECA 就是毫无疑问 想都不用想 你必须要去做DECA 这个是 否则的话 你申请business program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 你都没有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finance 什么叫marketing 什么叫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你基本概念都没有 那DECA给你带来刚才我们说的 首先他的对business的这种认知 第二他本身是个竞赛 他是个主流竞赛 他是个主流竞赛 你这个竞赛的成绩将来是给你的申请是可以加分的 不管你申请美国还是加拿大 DECA我都说一遍 他有三级竞赛 第一级叫regional 就我们叫地区级 这个就是入门的 regional竞赛 你如果能够在你的单项比赛当中 大概前六名左右 你可以进入到provincial 实际上就是他的provincial的qualifier 然后你进入到provincial之后 给你说个时间 regional比赛大概一般是在11月份左右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做DECA 想参加今年的这个比赛 你马上现在就要开始学DECA了 就现在就要开始学了 9月份开始学 11月份就比赛了 赶紧报名 赶紧去学 然后provincial比赛在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能在regional出现 provincial是明天2月份 provincial比赛通常是在Downtown 那个Sherry的那个酒店 然后如果provincial你也能出现 你的单项里面能够拿到前三名 你可以进入到ICDC ICDC就是international的比赛 当然所谓人生团来的时候 其实每年都在美国举办 那你如果能进到ICDC 然后能在ICDC能拿到成绩 对你将来大学申请 毫不疑问是加分 毫不疑问是加分 好问题 大概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有 都有 你可以选个人 你可以选集体 集体通常来讲是两个人 是两个人 两个人一个队 所以就是你可以选个人 也可以选集体 戴卡一共有四大类 五十个比赛项 很像游泳 也不是像游泳 就拿游泳当个类比吧 因为游泳有这个叠氧挖字 对不对 养泳自由泳挖游 然后呢 每个泳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项目 五十米 一百米 一千五百米 戴卡有点类似这种 就它有四个大类 分别是finance market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和hospitality 四个大类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细分的小类 所以如果你对business school感兴趣 一定要学戴卡 然后加拿大的business school 如果我们目标是 Western Ivy和Quins 这目前是大家认为两个最热门的 我个人也同意了 这个基本上是加拿大目前两个最好的 最好的两个business school 那将来你可以进入到 比如说像纽约的一些投行 像一些consulting公司 very difficult to get in 这些公司 头部公司很难进 但是呢 你进到类似于像 Ivy和Quins这样的business program you get a chance 你是有机会 你是有机会 如果你是留在加拿大工作的话 这个这两个学校的employment rate 非常高 大概有90%以上 基本上就是说加拿大工作 你可以横扫 Program Ivy的Program是second entry 什么叫second entry 就是说 你这个高中申请的时候 他先拿到一个叫AEO program 就你先进到AEO 然后AEO是前两年 就是你在这个大学里面读两年 如果两年 你的平均成绩 能够保持在80分以上 同时你能做三个以上的课外活动 你就可以进入到真正的Ivy上学院 所以这个就是你通过这个AEO 我先进去 然后我80分两年 三个课外活动 我就能见证的到三年级的时候 进入到Ivy上学院 但是如果你说我没进AEO 我还有没有机会进Ivy 也有 但是那个门槛就高了一些 你需要大概需要到90分左右 你才有可能进去 所以AEO会相对来讲 给你一个简单一点的这个门槛 Seption Rate大概7% 这两个其实 这个现在可能我觉得比这个会更低了 今年这个数字出来 我估计可能搞不好5% 6%左右 所以这些其实加拿大这些Program 就业情况 受业界的这种任何和欢迎程度高的 这些Program 录取率也在下降 McGill的Program 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Business Program 你需要大概高中成绩95分以上 至少 至少 McGill这个学校 基本上他看学成绩是看得非常重 所以这个是他的要求了 对 像这些学校 就是你要想拿到这些大的 这种头部的工作机会的话 所以你需要这些学校来帮你 来打开这些将来这些头部的工作机会 什么叫Semi-Target Program 跟大家说几个 普及几个小知识 什么叫Semi-Target 什么叫Target 什么叫No-Target 其实这个词 你们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 对Business School感兴趣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能真的需要知道一下 这个其实最早是华尔街的 一些专用名词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学校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某一个投行 高盛吧 Goldman Sachs 高盛每年要在大学里面去招生 那他去哪些大学招生 他去哪些大学招生 有些大学 比如说哈佛 什么宾大这种学校 这个叫Target 他会放很多的这种招生名额 给这些学校 那有些学校呢 叫Semi-Target 就是他会去 但是他不会给那么多名额 比如说我们的MOSNIA 刚才我说的像Quins Commerce 这个是属于Semi-Target 那有些学校 他压根连去都不去 那个就叫No-Target 我就不说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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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所以当然你说我能进这些Target的学校 那将来你能进这些所谓的华尔街的这些头部公司的概率会不会大很多 当然 显而易见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区别 如果你将来在家留在加拿大读这些学校 那你想进到这些Semi-Target Stronger Semi-Target 哪些是Stronger Semi-Target Western Ivy Quins McGill 这些就属于Stronger Semi-Target EC can be a great way to strengthen your application 就是你的Actual Curriculum 刚才我们又说了好多好多次了 就不光靠你的学习成绩 要靠你的课外活动 要靠你的竞赛成绩 这个不仅仅是你在大学申请的时候有用 你真正申请工作的时候也有用 好吗 你的Actual Curriculum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你的那个Western Ivy 从AEO进入到三年级 进入到真正的 这个Ivy商学院的时候 他要求你要三门Actual Curriculum 所以你说我没有课外活动 你到大学你都不占便宜 For the most competitive program EC are the way to call the field too many good people 就是你的课外活动部分 竞赛部分 是可以让你把这个竞争变小的 因为有太多 很多有实力的孩子们 但是你有一个很强的这种课外活动和竞赛 可以让你的竞争变得小一点 OK 有哪些加拿大的program是需要面试的 当然我这个是不完全统计 你别今年说有一个program 那个要求你面试 但没在我这上面过来找我 我这不完全统计 而且每年他政策会发生变化 去年没要求interview 所以我有可能今年要求 但基本上就是这个多大的工程系 Roman商学院是要求面试的 滑酒炉engineering要求面试 毫不疑问 McMaster也是 Wesner-Ivy刚才我说AEO program 是要求面试的 UBC Commerce也要求面试 Scholarship 我就多说带一句 由加拿大其实你可以申请很多Scholarship 有些奖学金还蛮丰厚的 我们有的学生拿到过五万八万的奖学金 这些都每年都有 当然有这些Scholarship 很多是要通过你的学校提名的 就是你的school要nominate你 你要通过学校提名 然后再去申请 这个我就说一下 大家如果你们到那个该申请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去申请啊 这个为什么不呢 这个某种程度来讲 不是说钱的问题 某种程度来讲 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认可 如果他愿意给你这个Scholarship 当然是对你一个非常 非常具体的一个认可 I see review I see review 说了很多I see非常重要 那I see部分倒是什么 首先你要确定你要写哪个题目 从哪个地方找手 这是你的大的这种确定这个方向 第二 你的 这个个性化和你的这种真实 我们一直在讲这种 我们一直在讲这种 Authenticity 然后你要review 然后去要去去去 怎么样去修改 然后让真正要有经验的老师 帮你去这个review你的I see 然后重新根据review的结构 再重新写等等 这个我们就具体的内容不多说了 我挺想给大家讲一个I see 但是我觉得时间的关系 我就我就我就不讲那么具体了 因为这篇I see 其实我觉得我我找了一篇 这是一篇真实的I see 这个学生被哈佛大学录取 我蛮喜欢这篇文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 他写的内容 其实并没有那么出奇 他写了一个很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但是他展现的手法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手法 所以我觉得他的展现的方法 包括他的行文的风格 都让我很喜欢这篇文章 所以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还是看一遍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 我给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的阅读速度 但我们应该没有太多时间了 一分钟 一共有三个三评 这篇文章一共有三评 一评 两评 三评 每一评我给大家一分钟啊 你迅速读一下 我告诉你几个特点啊 第一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topic 就是他在讲他去给学生 上一个summer camp 这个summer camp是关于public speaking 很普通的一个题目 第二 你发现这篇文章当中 他几乎没有用到那些 所谓的很fancy的那些词 他用的都是很简单的英文 你们带着这两个 你可以读一下 每一页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好吧 继续开始 哎 放水了好几秒没错 我发现刚才我站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完全是在镜头外 我们线上的人都欣赏不到我的风采 我应该站在这 好吧 哇 哇 好 我们第二 第二 一 啊 我 这 感谢观看 第三页 这个这个短一点 那必须的 希望大家后面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尽快结束 谁能 给我说说这文章 你们读完之后有啥感受 或者我们线上 线上一百多人 有没有发言 有没有 有 他以后是想当老师的 所以他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 来这个让 就是他的课更好玩 然后让所有学生也 就是enjoy他的class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想 想说说你们 读完这篇文章的观感 非常好 我喜欢 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线上的人 想发现多好的机会 我是线上的听众 我觉得就是读完这篇呢 一个是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有创造力 能克服 就是非常有创造力 他能想一些自己的方法 去把这些孩子怎么说呢 Motivate他们去学习 然后另外呢 他自己很有passion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他这些经历 就是教会了他很多的 就是和别人相处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从这篇很平实 很真实的文章里面 却透出了他非常强大的潜力 和他的一些很好的mindset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是 的一些闪光点吧 呀 没错 我非常同意 就是我坦白讲 我读完第一次 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有点被他感动到 虽然你看着好像很平凡 真的这个故事也没有那么 那么fancy 然后你看他的语言 是很平实的语言 你在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些 就是说白了咱们大家都 很多人不认识的字吗 几乎没有 他用的都是很简单 很平实的英文 但是我读完之后 我会有一点点感动 那感动在什么地方呢 我简单跟大家说两句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essay 为什么我把它挑出来 我读了这么多 我读过这么多essay 我改过这么多essay 我认为这篇是我很喜欢的一篇 但是他不是因为 他有多么的那个 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多做了一件那种 别人都没听说过的事 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 而且用一种很平凡的那种方法来表述 但是非常真实 他的真正的自己的那种感觉 当然你说他里面有没有小技巧 是他有很多小技巧 他用了很多很多小技巧 把他那些展现非常非常有温度 展现的很有温度 展现的让你觉得像身临其境一样 好像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 我大概花一两分钟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就第一你看他一上来 他说 holding a blue dry erase marker 一下子那种课堂的感觉就出来 他有一个笔 他在手里拿着笔 那种教师的感觉 一下子又悦然而生 然后他说 我第一天走到教室的时候 一个老师 一个新老师 那种兴奋 那种热情 想要去为人师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面碰到了什么 后面碰到了是一个当头的一个挫折 当他第一节课的时候 问到孩子的时候 他说所有的人 唯一对一个问题 所有的人都有共鸣 是说当他问你们 说你们有多少人 是被父母逼着来上我的课 所有人都举手 所以他碰到一个挫折 就大家并没有喜欢他 而是爸爸妈妈逼着来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种展现 很跃跃欲试 这种很简单的这种场景的勾勒 把那种老师的那种场景勾勒出来 然后很跃跃欲试 然后他又用了一种很幽默的一种方法 来展现他的这种挫折感 然后后面 这个他在讲所有的这些过程 这个是他的完全的文章的中间部分 就是他的主体部分 他在展开这个故事 每一个学生出现的一些情况 这个孩子用什么团纸球 等等等等等等 中间这个这些很多的细节 然后后面的部分 他开始去做 去做总结 他在开始去reflex 就是他去反思 去反响 去真正的去想这些事情 给他带来的变化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reflex 他说 I wa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eacher's desk 我永远以前都是学生 坐在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课桌的那边 今天我是坐在课桌的这边 我当老师了 然后 我曾经认为 be an adult meaning those old answers 作为一个成年人 好像我认为 他们应该知道所有的事情 但是 今天我发现 作为一个成人 哪怕作为一个老师 你需要 不停地学习 you need to constantly to learn I made a transition away from being a child during those weeks but I did not I would not transition away from being a learner 他说我这几个星期 把我变得成熟 我原来是一个学生 我现在变得成熟 但是我 从来没有认为 我应该在 即便我是老师 即便我变成成熟了 我应该不停地 不能够停止学习 所以他的这个reflex 其实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就是这个 其实他在这个火候 和那个时机的把握上 是很有很有技巧 然后最后 cap my dry erase maker 这个是有个前后呼应的 你看他前面的时候 是说 holding a dry blue eraser 然后最后是 cap the dry blue eraser 我把这个笔帽 盖上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experience 这个故事要结束了 所以他是有技巧的 在这个里面 包括他用了一些幽默的方法 等等等等 这是你看到这篇文章 很生动 但是呢 很朴实 这我想跟大家分享 然后 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 很简单的 这个几句话 很人小张 我能再有个问题 一个 你们可以读一下 这是一篇 这是一个 我改过的一篇文章 这个是最早学生自己写 这个是被改过之后 你就在这两个的区别 哪个更容易吸引读者 读下去 哪个更容易抓你的眼球 第二个是吧 对 Sitting in the art studio Painting canvas with color I thought I was creating art 我坐在一个画室里面 我觉得我好像在创造艺术 I was I thought I was 其实后面的一句话 应该就是 其实我并不是 对不对 所以他在 在后面要展开了 他在吸引你 再往下读 这句话 这是原来的话 这时候改过之后 As a kid Christmas was something that always embarrasses me Christmas has always been a source of embarrassment for me 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巨型的调整 会变得更简洁 会变得更简洁 然后这个是最后一个 这个是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现了一个open 这是open 就是怎么去开篇 这是在文章当中的一部分 这个是最后的结尾部分 结尾部分 原来是这样 I could be more grateful for a reminder all year on to be kind grateful thoughtful no matter the season 然后改过之后 or use it to light the path forward even in the closest winters 所以你们能感觉到 它的力量 它带来的那种意境 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那么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是好的I say 它一定不是 不是天上掉下来 是要花很多时间去 在这个地方去打磨它 去研究它 然后真正的去花之间 把它做到最好 Henry校长 我是线上的 我能有个问题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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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I have a question Hello I say 有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prompt 美国的 common app essay里面呢 大概有七个prompt 七个里面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其实 大家可以在google上google一下 七个prompt都是哪七个 那基本上大概 大概的内容 没有特别的伟大的差别 无非就是说 你能不能讲一个 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 改变了你的生活的轨迹 或者说你碰到了某一件事情 或者你碰到了某一个挫折等等 等等这些 那整体上来讲呢 我觉得I say 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的一幅画 它是一个自画像 它是一个自画像 大家知道什么叫self portrait 就是自画像 很多画家是可以给自己画像 那我们写I say 实际上也是在给你自己画像 因为招生官没有见过你 他更加的不了解你 他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什么样的性格 那作为如果 如果你想象一下招生官 他是不希望招到一些学生 虽然说学术方面很优秀 但是跟其他人格格不入 不能融入到一个真正的 一个校园的文化当中 他是不希望招到这样的学生 虽然你学生可能很聪明 你的学术上很强 但是你并不能给我这个校园文化 给我这个集体 能够带来这种正面的 我们所谓叫正能量的话 他是不希望 那他怎么能够去做这个判断 基本上就是通过I say 和interview这两个手段 他没有其他手段 对不对 他不可能说把你 把你请到他们家里面 跟你在一块待两天 不可能吧 对不对 所以那你怎么样 在你的I say当中 把你的这些性格的这些特质 能够展现出来 那你这种展现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technique 叫show but not tell show but not tell 什么叫tell tell就基本上就是 我们叫喊口号 喊口号 流传是天下最聪明的人 我是最好的男人 我最刻苦 这叫喊口号 对不对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篇文章 他没有在看口号 他就在讲故事 他说我的学生 他说我的这个过程 我怎么样 这种挫折 这种纠结 我最后 最后我得到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一种经验 那我们读完那篇文章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第一 这个学生非常有温度 很细心 同时又有点这种 遇到挫折之后 知道怎么去想办法 怎么去解决问题 对不对 他没有讲这些话 他通通没有讲 这是你自己读完之后 你得出的结论 这是最高级的手法 这是最有效的手法 就是我给你讲故事 你自己去得结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我告诉你 你如果你去 给他用形容词 去形容你自己 那个有效程度会低 非常非常 那个就变成喊口号 那个不是好的办法 好吧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们线上有问题没有 郑老师 知道我老话言 还让我看 前面这么多 OK Difference between early action early regular action 刚才我们讲过了 我们不重复了 Scholarship我们也讲过了 Honor什么样 Honor需要什么样的级别 OK这个我们可以说一下 Honor需要什么样的级别 当你在你的common app里面 去填Honor的时候 你要以这样的顺序来填 就是International 国际荣誉和国际奖项 填到最前面 然后国家级填到其次 然后是省级 然后是市级 然后是地区级 最后是学校级 你说我在我们学校 我获得了一个 辩论比赛第一名 对不起放在最后 您那范围太小了 如果你五个能填出 五个国际的级别的 那厉害 那牛 如果你能填出五个里面 三个国际 两个国家也很好 你说我五个凑了半天 就凑出一个市里面的 凑出两个学校里面的 那就相对会差一些 不是说你不能填 但是给你的这个加分程度 没有那么高 你说我实在没有了 我只能填一个学校里面的 我们学校给我发了一个奖状 你就填上了 但是相对来讲 它的含金量就没有那么高 好吧 IP跟AP生态学 我们区别刚才我们讲过了 如果活动不够 是否赶紧去找义工活动 义工坦白讲 我觉得没有那么难找 你当然需要一些义工活动 需要一些义工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义工 他一定要去做那些 真正有意义的义工 你说我天天站在门口 帮别人开门 我开五十个小时 五百个小时 没啥用 对吧 你要去做那些有意义的事情 有些地方组织一些义工 大家来帮我们扫扫地 什么看看小孩 我觉得那个没啥用 有一些专业性 有一些专业性 有一些社会意义 那个我觉得会对你有帮助 而不是是靠小时 那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 我觉得反而我是觉得 你更应该更多的去参加竞赛 去参加一些这种社区 能够给社区带来影响的 哪怕再小的社区 只要是你做的事情 能够产生音派 能够产生音派 你做的这个事情有音派 他就是对你是有加分 介绍一下加拿大大学 我刚才介绍过了 这个问题可能是 我在我介绍之前就问 商科比赛叫什么名字 戴卡 戴卡 再说一遍 今天我们讲了好多 商科商区院的事 就是因为我觉得商区院 现在我个人 我个人是商区院毕业的 然后我认为商区院能够 带给大家很多的这种 这种机会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对学商是有兴趣的话 你应该在高中阶段参加 戴卡的这个这个竞赛 所以戴卡竞赛我也讲了 regional比赛在11月份 所以你如果要参加的话 你现在就要开始学习了 去哪学 来我们家学啊 来我们家学 我们在我们在北约克 我们在密西沙加 我们都有开戴卡的课 所以来我们家学 来我们家学 还有一个什么 金融与投资 OK 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家长问 能讲一下沃顿商赛吗 我就放在一起讲 这个这两个不太一样 因为戴卡更多的是案例分析 叫business case analysis 它里面涉及到金融投资部分的内容不太多 所以我们有一个单独的一个 一个investment finance investment的一个课 那那个课呢 其实他会 后面我们会组织一些 不一定是我们组织 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都组织这种 叫投资竞赛 那刚才有个家长在问沃顿商赛 其实沃顿那个不是商赛 应该叫沃顿投资竞赛 他叫warden investment competition 他的竞赛 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很简单 这个当然竞赛很大 这个竞赛描述很简单 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个特定的人 比如说某某某 这个人手里面现在马上要退休了 他可能有一个三百万的现金 然后他有几个priority 第一他要给自己养老 第二他要给他自己孩子留一个什么学费 然后第二他要照顾他的父母 我瞎编的 这是 然后呢你作为一个基金经理 你来帮助他去筹划和管理他这笔资金 你怎么去分配他 我要投什么样的公司 我要投什么样的基金 我要投什么样的债券等等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投 这个是沃顿商赛 不是商赛 沃顿投资竞赛 这跟跟戴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两个课 戴卡是戴卡 然后呢我们的finance和investment 更多的是帮助大家准备 类似于像沃顿这样的投资竞赛 好吧 没有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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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直接就学financeinvestment 你也可以直接先学戴卡 没有关系 这两个没有说 一定要学一学 这又在学那个 没有 哎呀谁能解决老花眼的问题啊 老沾眼镜 戴眼镜 多大的Roman商学院不行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部位 我知道他的意思 因为我刚才讲了那个 Weson Ivy和那个Quins Comer没讲多大商学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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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多大商学院 当时商学院肯定是加拿大的这个前四的学校 那你如果一定问我 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我认为那个目前竞争力各个方面 声援质量包括就业 去向比较好的是 是Weson Ivy和Quins Comer 那多大也许稍也不错了 也不错了 那两个可能我会更更觉得会更更好一些 好吧 但不是说多大就就不好 可以问个问题吗 这个 how to evaluate asset is good or not 这个怎么叫evaluate 你给我看 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 是不是好文章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 每个人不同的判断标准 那招生官有招生官的判断标准 所以你让我说出来一个特别特别 这个全世界都放之四海而接准的标准 我很难能够跟你说得出来 就像你说我们来判断一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 谁能说出一两句话 能说出一个标准来 很难说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第一就是说你生动 然后呢真实 然后呢你是一个真正的是有故事的 有情节的 引人入胜的文章 而不是那种口号的 那种很这种 这种平铺 这种很非常平淡的那种 就是这个我认为是好文章 后面有家长帮我总结了 叙事很生动 后面有升华 没错 这个就是好文章 谢谢这个家长 Semi 谢谢Semi F10 DECA.CA 是这个吗 对 这个是 这个就是 九年级就可以参加 是的 其实我们的DECA班 有八年级的孩子就开始了 因为他八年级开始 他为他九年级比赛做准备了 刚才说美国早生 只能申请一个学校 那请问是否能申请多次 早生是否还有机会多申大学 这样如果你是异地的话 你只能申请一个异地 你不能申请两个异地 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 你 你 结婚你只能 你只能同时结一次 你不能同时签两个结婚 结婚证 你不知道去哪个 所以 一地基本上就是跟人家订婚了 对 那你跟人家已经把戒指递出来了 人家说yes 你不能再收回来 基本就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那你不能拿俩戒指递给俩人 这不可以对吧 当然可能 如果你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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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被 defer 还有两种 早生的时候 有 会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就是人家直接说yes ok 接大欢喜 第二个结果 直接说no 你就自己回家去擦眼泪 第三个结果 他说我还没想好 你给我点时间 我再想想 这个叫defer defer的话 你可以到regular 的时候再申请一次 好吧 就是你准备跪下的时候 再求一次婚 就大概就这个意思 no no没机会了 no没机会了 no就没机会了 对对对 说no就没机会了 说no就没机会了 好吧 就是 只能申请医交部 能不能申请多次 你这个学校 如果他defer你了 你还可以再申请 在regular的时候再申请 如果他说 他直接reject了 那就没有 12月15号 他给你结果的时候 就三个结果 yes no defer 所以前两个不用说了 第三个如果defer 你就把申请再交一下就行 其实你都不用再交 他会自动给你转到 自动给你转到regular那里面去 当然你可以去补充材料 你说我最近这一个半月又发生了好多事情 我突然间又长高了三公分 你把这材料再补充一下 对你就是defer 就是说他自动给你转到regular 但是你要在1月1号截止之前 把你的补充材料要提上去 备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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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就是其实这个问题 我我认为更多的是说 你还是要去找你喜欢做的事情 我跟你说一个 但是你不喜欢 我觉得也也也也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的主意啊 就我说我做一件事情 我我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有的人很喜欢做会计 我是我是非常不喜欢做会计 就是我天生这个人看你那些数字 我头疼 你非得告诉我 你说会计这行业好 将来出来之后又赚钱 又好找工作 然后摁着我头去学会计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痛苦 我我宁可去干一个 我很喜欢 但是可能挣钱没会计做的事情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就你还是要去做 去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就是你喜欢的情况下 我是跟大家讲 我很喜欢business这个专业 如果你们喜欢 我建议你们在高中 现在马上去学DECA 但不是说 我建议你每个人都去干这事 前提是你要喜欢 你可以一直每年都参加这个比赛 你每年都可以参加 对 但是你说我要不要一直学 那取决于你的程度 就像我们运动员一样 就是你说像梅西这样的队员 他是不是也需要练 他现在需要练习 他世界顶尖的足球高手 他平常也得练习 他还是要练习 他正重大比赛之前 他也得练习 现在9月份马上开始学 我给大家建议啊 你9月份现在就开始学 11月份就去比赛 你管他成绩不成绩了 比赛就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锻炼 比完之后回来 你就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了 你就知道你的差距和弱点在哪了 回来继续学 带着这些弱点 带着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回来继续学 哪个地方弱补哪 有的孩子很快 一年就出来了 这个取决于每个孩子的用心程度 有比是有 有叫case study case study就是现场presentation 给你一个case 你马上现场要分析出 两 OK 加拿大没有早晨啊 加拿大有早晨 就是说他没有所谓的早晨单乱 你可以早晨 他给你一些早一点的录取结果 医科相关的竞赛叫hosa 什么地方volunteer 我推荐 我推荐你去做 就刚刚我们说了 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美国读大学留在加拿大 读大学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去申请美国的本科 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头部的学校 每个人对头部学校的定义不太一样 有的人说前十五 有的人说前二十 有的人说前三十 我个人认为美国可能前十五所的学校 是很值得你考虑的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我认为大家应该去努力一下 去尝试一下 所以本科教育 其实它能够给孩子们带来的 包括对他们一生的这种影响 跟硕士跟研究生是不一样 sorry 跟博士跟研究生是不一样 博士跟研究生更多的是那种专业的深造 本科教育是真正的 更多的是打造这个人 是打造这个人 更多的人脉的打造 其实也是在本科阶段 Best Canadian School Political Science U of T Yes, it is McMaster Health Science之外 有哪些学医的 很多了 Western大学的这个 这个Medical Science啊 Quincy啊 多大呀 这些都可以 只不过就是 McMaster Health Science 他每年申请这个 申请这个医学院的概率 成功概率比较高 所以 所以他的这个 受欢迎程度也比较高 我们有HOSA组织比赛吗 我们有HOSA的培训项目 但是HOSA和DECOG比赛 都必须得是全日式学校才能组织 所以 我们就相当于一个 曼彻斯特足球俱乐部 你在我这训练 但是呢 你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世界杯 大概这个意思 如果只是就读加拿大学校 根本不需要加入AP跟IB吗 我不觉得是 我觉得不管你是读加拿大 还是读哪个国家的学校 我都觉得你应该 我都觉得你应该要 我都觉得你应该去 选一个IB或者AP program 因为它是全球标准化的课程体系 所以它能够给你带来 第一更高的这种选 对选课难度的认可 第二呢 更加一个标准化的 一个课程体系 第三 对你将来的大学的 尤其大学一年级的学习 能够打下一个更好的 这种基础和准备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 美国跟加拿大 我觉得IB跟AP program 我还是很蛮推荐的 如果 如果你只是将来 想去读医学院的话 那每个学校 可能它的叫法不太一样 有的学校叫health science 有的学校叫life science 那McMaster这两个它都有 然后health science 相对来讲 医学院的这个录 录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就录取的比例会更高一些 computer science 有哪些学校比较好 毫无疑问最好的是滑铁颅 这个这是毫无疑问 然后当然多大也不错 然后其他几个 像Wiseum这些 其实也都不错了 那滑铁颅 computer science 是非常非常好 加拿大的医学院拿索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加拿大医学院 基本上没差别 你去找一个专科医生 你还问你说你哪个医院毕业的吗 多大医院毕业了 我找你看病 别的医院不找你了 没有了 我觉得每个医院其实蛮好的 其实都是最后他要找到 能够配合他的那个residence 就是住院医了 这个就是很多医学专业在里面 但是你能够拿到这些医学院 我觉得都很好 那可能唯一不同的就是说地理位置 如果是比如说多大 他在多多市 然后这个地理位置可能会 有的人喜欢大都会 有的人喜欢稍微偏远一点的地方 就每个人大家偏好不一样 AP从什么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AP从什么地方开始 从什么时候开始学 我建议从九年级开始 就是你九年级开始考AP 大概你有三次机会 九年级五月份 十年级五月份 十一年级五月份 大概你有三次机会 太早的话我觉得没有ready 太晚的话有点太紧张 就是有点赶不及了 所以九年级如果能够开始最好 OK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I'm already in the IB program Do I still need to take any AP exam for a Canadian No If you are already in AP program You don't need to take any Sorry If you are already in IB program You don't need to take any AP exams 这两个是基本上是平行的 你不需要再去考AP 还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线上一百多位 对 我们现场今天来了 所有现场我们有个 给大家一个福利 就感谢这个鼓励大家到现场来 因为我看到现场的人我也比较兴奋 我每个人可以有这个一个免费的辅导 升学辅导 你们找我 有一个免费的升学辅导 个性化 对 我们说是二十分钟 但你真找我的话 我基本上会 不会二十分钟把你停掉 对 找我们王老师登记吧 找王老师登记 好吧 对 找安德尔王老师登记 就是我们今天现场的家长 我们给大家一个这种个性化的升学辅导 不管你是想申私立高中 还是想申请加拿大的本科 还是美国的本科 还是研究生 甚至PhD 我都可以给你提供你的个性化的辅导 好吗 现场的福利 您说 你这本考试在校外考的对吧 对 那没关系 你继续选就好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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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因为因为AP program AP curriculum 它是一个课程体系 AP考试是一个是一个这个这个考试 他是拿一个AP credit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的啊 最后他他不会不会认为你所谓的又回去学了 不会 不会 我在我在比较早的时候 我展现我自己的这种学术方面的这种竞争能力 我自己先把这个AP考试考完了 然后我学校要求我修这门课 这是学校program的一部分 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嗯 嗯 嗯 这个问题 中老师比我专专 OK 那这样我们啊 我们就就今天线上的线上的家长 我们就今天就这样了哈 那个啊 如果大家今年是啊 不好意思给我给我半分钟时间 如果我我我跟网上的家长说两句话 如果你或者学生也是 如果你今年是12年级的学生 不管你是深美国 还深加拿大 还深英国啊 我我我都欢迎大家来找我啊 这个不用考虑费用的问题啊 我我愿意帮大家去review你的application啊 当然我可能不一定能有很多很多时间给给给你 但是我可以最后真正的是帮你最后把把关啊 你提交之前你愿意给我看一下啊 包括你的IC我可以帮你看一下啊 只要只要你们愿意找我 我都我都愿意帮到大家好吗 所以啊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我们线上线下我们还是可以再聊两句 线上如果您啊 这个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继续聊 联系我们的这个安德罗老师啊 包括我们的钟老师啊 微信也可以 电话也可以 电子邮件也可以 都可以 好吗 感谢今天大家这个在线上参与我们啊 谢谢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